中文字幕《80絲》 好 打手打手 啥本当? 你去里边写水拿拿去写料 那种米军啊你 有百四斤? 也很大 嗯 百四斤是在不至于那 啥? 有大了百四斤 小要怎百四斤 大家伙大嫂 鱼汤就差最后一步 摆这个石头 今天从外面踩过了三堆 后悔一天搞不完了 这不得让个两三天摆啊 太厉害了 做鱼池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太好弄 今天早上下了两个小时左右的雨 然后这个石头被冲写得很干净 这些就是昨天下午 从两点一直忙活到天黑 我和老爸两个水 领了一层 那边那个叠石流水没做好 那边还有一层 总体感觉不是很满意 然后拍了照片给卖石头的老板看了一下 他给的建议就是 太板净太整齐了 听到这些恍然大悟 昨天一下午可能又要摆忙活了 今天下午继续搞 现在那个点快中午了 先整顿好了吃点肉 老爸干活有劲 这每个石头轻则二三十银 重则上百斤的都有 做鱼池味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挺难的 今天这个菜的组合是五斤排骨和 已经五花肉 吃肉 干活有劲 先把这个排骨给剁了 现在这个院子里面开始有流水的声音了 鸟叫流水 听起来很舒服 当然了 一会儿还有美食 更棒 晒着个黑挖挖 这样摸着 不不像这样搞到个 这样的门的 晒着健康 你这东西 你这说黑的也给肥肚来的吧 然后把这个五花肉也给切了 一会儿这个排骨就直接泡 就不焯水 做这种肉一类的 配点五花肉煸一下 特别香 味道很棒的 然后咱再调一个简单的万能的料 在家基本上都有的调料 这里边是干辣椒 八角 香叶 桂皮 花椒 然后再来点鸣糖 然后就是老生蚝 老车 生车 蚝油 鸡精 最后就是这个啤酒了 压得累掉了 危险动作 请问不论 这放在一千 我会开不动这个东西吗 现在为啥开不动呢 这两天搬石头没劲啊 加满 快火了快了 下火下火了 来一点油火 下五花 把这个五花肉里面这个油给煸出来了 凡是烧肉一类的 用这一步 有了这一步一般都特别好吃 像这种就差不多了 就不煸太干了 下葱姜蒜 下透水的排水 火鱼撑起来快乐去店 你叫叫叫叫叫叫叫 最后就是这个万能的料 刚才说过了 一般家里面都有 而且做出来 只要火候差不多都相当好吃 然后全部都倒进去 再加一点啤酒 最后加水 剩下的就交给煮 拆火了 我感觉这个好痛 最后地锅烧肉 肯定少不了这个面饼子 特别火的比较软 火一点 稀一点 搞点水 粘在锅上 直接拉开 贴上去 直接拉开 这种贴法就是相对守时间一点 没时间 擀面 弄面 一会儿还要忙 而且这个贴起来也挺好吃 看 多好看 现在已经是十分钟 怎么样 准不准 看见没 这个老过瘾了 这个都得捞出来 老豆腐一定要放 再把它放上去 最后呢 十分钟 十分钟 鱼要以长大 搁点呗 这就好看 好看 老豆腐 这个好吃 好看 五花肉也好吃 就躲着窝 走 就穿着五花肉 可不得很 可不得了 我这个差 半瓶 倒点啤酒 赶好油尖 快一点 半瓶了 牛子味 来看 看了 妈补了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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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石头胎 这种生胎 我要扔了 我都不扔了 以后我就累了 就弄得了 这个西南河那里 我给刘肥乖 摘到西南河 摘个傘 摘个傘出来 摘下来 从傘上摘下来 摘下来 摘进肥乡 摘到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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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到了 摘到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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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到傘 摘到傘 摘到傘